当电影拍摄结束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兄弟 我找到了我的路 我的未来不在律师这一行 我想从事电影领域 他问我为什么 我回答他 电影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我所处的世界 另一个充满人士和想象力的世界 一个可以编织想象力 可以被我转变成视觉真实 而非现实真实的世界 而通过这个新的现实 你可以让人们快乐 并将崇高的目标达到他们的心中 但是我的兄弟打击我说道 想想吧 据说它是一个腐败的世界 你在其中不会有未来 更何况你还有法学的学士学位 如果这真是你的愿望所在 我不会反对真主与你同在 以斯兰教不仅是阿拉伯穆斯林的日常宗教 也深深的影响着阿拉伯语 许多宗教语用语 已成为日常生活用语 如 阿拉伯穆斯林的日常生活用语 下面的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打哈了 于是我进入了这个神奇的世界 我发现这个世界比其他的世界好多了 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会被隐藏 这是个名词句 以暗奈引起的从句 在句子中作谓语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为 那里的一切都在聚光灯的照耀下 动词词组 圆多指手术台上用的聚光灯照明 现引申为对某某加以解释 阐明 使变得明了或体现介绍分析等 这篇文章 集中分析了城市面临的大问题 该连续剧 在社会体谈的作品中 名列第三 因为他通过喜剧片 引人入胜的形式 向人们揭示了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博士赞扬了阿拉伯 各国各国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 同时也对一些需要改进的事情 做了分析 反而常常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我发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进入这个世界 我是多么高兴和自豪啊 一个充满美好而牢固有益的世界 也许读者不禁会问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铺垫 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我想让你们了解 和我一同成长了六十年的电影 我们今天在庆祝电影院 走过了一百年 我不禁要问 我们现在在哪 我们以前在哪 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 电影出现了 接着诞生了电视机 然后出现了人造卫星 和三地电影 未来还会出现什么 只有真主最知道 是阿拉伯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用语 即出自信仰 也表示自谦 其中阿拉伯为比较名词 如 我认为真主最知道 在这场地震中 地震带来的并发性灾难 比地震本身更严重 真主知道的最清楚 你的答复反映出 你想跟我讨论的大概想法 他们跟我说电影死了 我对他们说电影从未死过 他经历过许多危机 但是没有死 他像过去那样一直存在 绝不会消失 他一直在愉悦我们 愉悦观众 愉悦所有的电影从事者 我们付出多少牺牲 忠心 真诚和认真 就能得到多少幸福和快乐 他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职业 介词短语 比格德里妈 意味像那样 与什么什么一样多 其中 妈是词根性虚词 他与后面的动词句 一起被看作假词根 做格德拉的偏词 当两个比格德里妈 在一起 一个句子中连用时 比格德里妈 比格德里妈 意味越什么什么越什么什么 生活是很奇妙的 我们为之付出多少 他就为我们奉献多少 生活是一所学校 你经受多少磨难 就能学到多少东西 我们认为 科学是进步和落后的分水岭 各个民族为之付出 努力与钱财越多 进步越快 比格德里妈 其他用法参见 新编阿拉伯语 第三册第二课的注释 你看第二课